616的YouTube Channel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616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Tricia 今天呢 我是想跟大家分享我的Day and Night的Skin Care Routine 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开始吧 然后首先呢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的Skin Type 是Combination to Dry OK 第一个我们洗脸呢 我有三个不同的洗脸的cleanser 第一个早上的时候呢 我就会用这一个 因为它是来自SuiSkin啦 然后我是在厨师买的 然后它是来很柔和 它很温和 然后它不会来刺激我的皮肤 因为毕竟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们那种灰尘也没有太多 比起我们没有在外面太多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温和清洁 然后呢 这一个是Q's的 Red Earth Deep Hot Daily Cleanser 这个是有一点来去脚脂这样子的 它里面有来一粒粒的东西 然后如果我要来温和的去脚脂 我就会用这个 然后这个我通常都是一个星期用两次 最多两次这样啦 就不会到三次四次这样 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会用这个 OBIS的酵素的结盐粉 然后它的里面是来粉粉这样子 然后你就要配那个洗脸的那个王 然后你就搓它 它一点点罢了它就很多 它是酵素的结盐粉 它是很好的 不会吃自己的皮肤 它放一点点 它就很多泡泡 然后这个我是在台湾买的 如果你上网买不到的话 你就可以来叫人家帮你代购 这样子 然后我们洗脸过后呢 我们就要放上我们的toner toner我也是用QS的那个 金盏花的toner 它是alcohol free的 然后它是来帮你正经你的皮肤 还有舒缓你的皮肤 有时候呢 如果我没有敷膜啊这样子 我就会后敷咯 就是放在那个cotton那里 然后就四敷放在脸上 大概五分到六分钟这样子的 来到我们的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呢 我就会涂exense 也是来自QS的 它是Curry Corrector Task Force Solution 它是for美白我们的皮肤 and then淡化我们的豆瓣啊 硬啊这样子的 但是如果是for我 那个雀斑的话 它就没有这样大的效果 但是那个豆瓣啊那种 它是一定会淡化到的 过后我下一个步骤 然后就是到我的moisturizer 然后moisturizer呢 我也是有分两个 一个就是如果我没有什么化妆的话 我就会直接放这一个 它是ultrofacial 是oil free的gel cream来的 它的质地呢 是很像gel这样子 但是你涂在手上是 它是会来水水这样子 很像hydration这样子的 然后它对我的肤脂很好 是因为我的体肤会出油 然后我涂了这个过后 我是来不会出油 然后没有这样多那种粉刺啊 黑头啊这样子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 makeup forever的skin booster 它是我在会化妆的时候 我就会用它 因为它会让我的妆更服贴 and then它不会来 弄到我的妆很缺水这样子的 所以如果我化妆的话 我用这个的话 它就可以弄到我的妆看起来 很smooth这样子 接下来的step呢 我就会涂我的sumblock 我的sumblock 一样也是来自kills的 它是top up prune来的 它是spf有50%这样多 and then我拿的这个 是白色的 就是它的第一代是有颜色的 很像皮肤色的质地这样子的 但是我不喜欢涂 有皮肤色的 所以我就选这个 它是这个呢 它是白色的 它吐起来就是 压这样cream 然后它不油 给你们看 然后它不油 and then它吐起来呢 就很像你擦了一个 like 呃 素颜霜的样子 但是呢 但是我通常都是会涂两遍啊 就是你第一遍的时候 你就是涂一点点 这样子慢慢涂 第二遍的时候 你才再涂多一次 因为如果你涂一点点的话 它其实是没有用 你就等于在浪费你这个product 这样子 来到我的最后一个step 我最后一个step呢 我是会放这个 它是来自squeeze skin的 它是针对我们的pulse的 如果我有那种闭口性粉刺 还是有一些我昨天晚上挤掉了啊 然后有那个红红的印啊那种 我就会涂这一个去cover它 然后它的颜色呢 是有一点像皮肤色这样子的 它是for like 呃 不会给外面的东西刺激你的皮肤 然后你上妆啊还是什么呢 它会来割一层皮 割了一层东西在外面 不会给它再强化你的pulse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T3的medical gel 也是for那个pulse的 但是它是一个treatment来的 它是我上次在Australia的时候买的 然后那时候我是看网上是讲它很有用 然后我也觉得它是真的很有用啊 因为我之前呢 我下发很多那种闭口性粉刺 然后我用它过后 它第二天它就会消红 消肿这样子 这是真的很好用 而且它不贵 它很便宜的 OK 以上的step呢 就是我的day skincare routine 接下来呢 我就要讲我的night skincare routine 然后步骤也是一样 step1就是你要洗了你的脸 第二个步骤呢 我就会用一个湿棉花 然后放上我的toner 轻轻的敷我的脸一下 就是可能在帮你深度的再清洁一下你的脸 过后呢 我就会放这个mask 这个mask呢 是ray of the export的 然后它是cleansing mask来的 它是这样子的质地 过后它很大灌 你可能一年你也用不完啦 我是用了很多很多次 我都还是还有这样多 然后我是一个星期用一次的 因为它是把你生成精洁 然后我放这个mask的重点呢 我是放在Tzone 因为我的Tzone比较容易出油 然后可能会比较有那种粉刺啊黑豆 这个呢我apply了过后呢 你就稍微的用你的手搓一下 然后大概等一个十分钟这样子 你再用你的毛巾 然后记得你的毛巾 是一定要用那种有圆圈圆圈这样子的 你就不要用那种画面的毛巾 你用圆圈的毛巾 然后你来擦你的那个鼻子 就不要大大力擦 你就纹和的擦一下 它就可以帮你清洁 after洗掉那个mask了过后呢 我又会再上一次toner 上了一次toner过后呢 我就会放我的这个sleeping mask 这个sleeping mask是来自lanage的 然后它是很hydration 它很好 你敷了这个 你不要很吝啬的 敷一点点啦 这样子你 你敷一点点 你又想要看到更好的效果 就可能是不可能的事情啦 是不是 所以你就后敷一点点 然后过后你第二天早上 你就会看到你的皮肤很像 中中这样子啊 哇 很hydration哦 and then after 当然你涂了你的脸 那个sleeping mask在你的脸 也不要忘记在你的lip 涂你的sleeping mask 我用的也是lanage的lip sleeping mask 这一个我已经买了差不多两年这样子 我不是很常用啊 其实因为我有点懒惰吧 然后大概它里面是这样多 然后你基本上你应该要每一天都涂的 然后它只是它涂了过后第二天 你就会看到你的嘴巴的角质没有僵硬 它会软化 然后你可以用你的那个牙刷的背后 那个平时我们刷死头那里 你就可以慢慢去你的那个嘴唇的角质 然后呢 它有一个不好的一点啦 就是它很sticky 就是可能你涂上去了过后 你头发这边fint那边fint的时候 它就会黏住 这个是它不好一点 但是它真的是很水润啦 以上呢 那种几个步骤呢 就是我平时的晚上的skin care routine 但是如果很像我哪一天心血来擦啊 我想要full mask啊 可能第二天我要attent dinner啊 还是什么啊 我要full mask的话呢 我就会skip掉我那个mask的那些步骤 然后我的意思是这种mask啊 就是洗了脸过后 apply toner了过后 然后我就会直接用这个 我这个是HC的Premial Hydration B5的mask 然后我是我最喜欢的一个mask来的 然后我是用了它过后 我就不会再用其他mask 因为它真的是很水润 and then它的mask啊 它不是来那种潮湿布置布置这样 它是有一点cotton mask 但是它是很水润 就是很厚的 你一开了呢 你符合大概 它是讲40分钟这样 但是我通常都是符一个钟啊 联组在那边啊 但是它的水还是还是在的 然后呢 你用了它的mask过后 它里面还有那种精华在里面 你不要浪费 你就放在你的手啊 放在你的腿啊 你的身体啊 这样子就不要浪费啦 或者是你可以留到第二天啊 你用它的那个精华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 放了这个mask过后呢 我就会放这个 Natural Republic的 ice mask 这个很好用 这个也是很水润 如果很像我那一天的眼睛很肿啊 还是状况不好啊 水袋很深啊 我就会把这个放在我的眼睛 然后我就会放 大概超过40分钟这样子啦 我通常放了过后 我就会去做我的东西啊 很像看YouTube啊 看Next Flick啊 还是你做你的assignment啊 这样子的 因为它是放进去 它就不会掉的 你就可以一直 或者是你可以躺在床上看电话 你就40分钟很快过了 以上呢 就是我的非常不专业的 day and night的skincare routin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记得分享订阅按赞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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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